看到了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昨天下午浙江省公安厅召开 苏湘于系列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协查工作部署会 这是警方首次公开议苏湘于系列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定性该案 而各地警方征集破案线索的悬赏金额累计已经突破300万元 据警方透露 不管嫌疑人最终在哪里被抓获 举报者可以获得累计的悬赏奖金 并免征个人所得税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012年的台湾地区选举在明天就要正式进行投票了 投票的时间是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4点 结果会在晚上公布 台湾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轩明志等人 日前发起了支持九二共识联署活动 吸引了120多位科技企业人士来签名 而之前的台湾企业界的人士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 台塑集团董事长张文渊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润泰集团总裁 尹眼梁等等 也都纷纷表态会力挺九二共识 台湾企业界的人士说 认同九二共识 两岸才有互利合作和对话的基础 这也是台湾经济发展唯一 而且是最好的一条路 再来看最近一个传言 有人传言说 陕西潜陵要再次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勘探 对此陕西省文物局的一位负责人 明确地表示 至少50年内是不会考虑发掘潜陵的 国家文物局也没有这方面的通知 这个潜陵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两位皇帝 唐高祖 李治 以及武则天的和葬陵 同时也是目前已知保存最为完整 而且没有被盗过的帝王陵墓 美国国务院昨天宣布 美国 日本和韩国 将在本月17号 在华盛顿就朝鲜局势 举行三边对话 对话的内容 主要会包括朝鲜问题在内 涉及共同利益的地区 以及全球性的问题 这次为期一天的对话 将由美国国务院负责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坎贝尔和美国朝鲜政策 特别代表戴维斯共同主持 另外再来看前天 在日本的一个监狱里面 一个中国籍的重刑犯越狱 日本警方现在也是在全国 下达了通缉令 广岛 也就是监狱所在地 更是展开了全城的搜索 这名犯人名字叫做李国林 40岁 是一名日本在华遗孤的后代 曾经加入暴力团伙 因为杀人未遂和盗窃犯罪 被判了23年的监禁 根据最新的消息 逃犯昨天还侵入了监狱附近的 一所民居 好 资讯就是这样 接下来时间交给何姐 好 谢谢于飞带来的资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方夜新闻 稍后您将看到 iPhone 4S内地开售 国风排队 黄牛疯狂 睿观察谁为iPhone疯 农票上市一周 价格疯涨十多倍 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剃剃 三环红面刀网 全身水洗 飞科剃剃剃刀 稳操顺景 只因底蕴非凡 创临中高级轿车动态舒适电范 东风雪铁龙C5 2012款超越登场 东风雪铁龙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就用修正费您 管用 感冻好了 感冻 感冻好了 修正牌 感冻交答 修正牌 六位帝皇交答 一次就一例 管用 修正药业 格力一赫兹变平空调 邀您关注 最新资讯 飞科剃剃剃刀 鸿马 想到哪 打到哪 物有所值的贵族球感 鸿马 意大利美学 缔造粮感之光 飞雕意大利 艾利欧斯研发中心 轻力创造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今天瑞观察 好 我们先来看 我身后这张图片 摩肩接踵 人山人海 这个现场 有一种春运现场的感觉 其实这是昨天 聚集在苹果专卖店门前 等待着购买iPhone 4S的人潮 虽然说这个iPhone 4S 是今天才开始 正式在国内发售 但不少爱好者 在昨天就已经聚集到了 各个苹果专卖店前 通宵排队 与此同时 黄油的身影 也是如影随形 我们再来看一张图片 昨晚的8点 有11辆大巴车 载着大约500个 头戴着橙黄色帽子的老人 好像是一个旅游团 出现在店门前 据了解呢 他们都是从江苏 启东专程赶来 为当地一家手机卖场 来零号代购iPhone 4S 早上六点半 苹果淮海路店的门口 已经有几千人 分成几个方阵在排队 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黄油过来的 有市民就是从黄油手上 花高价插了个队 他们排了十几个小时 我是扛不住 这个时间 所以说是我就拿钱买时间 怎么会这么贵啊 他们黄牛炒的 我没办法 苹果店今天规定 每人限购两台4S 而不愿意排队的顾客 宁可从黄油手上加价购买 加500块钱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已经联系 已经联系好了 就是说 待会它会从里面出来的 在国金店的排队大军中 黄油的数量几乎占到了一半 有些黄油索性脱家带口 十多人一组 同时还在现场 雇佣人手排队购机 这个穿黄衣服的青年 已经来回忙活了好几趟 据悉黄油收到货后 再加价600到1500元不等 将手机转手 一会儿功夫 利润就相当可观 黄油都是成情结队的 而且还插队 这里治安也不怎么好 那么这样 会员少 然后消费者供求大 但是很多消费者 但是买不到 肯定会就从其他渠道去获得 然后就自身了黄油的市场了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 周莹 朱一一 上海报道 哪里有利润 哪里就有黄油 哪里有黄油 哪里就有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北京的苹果公司的 三里屯店的门店外头 就因为排队的黄油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 所以这家店不得不在今天早上宣布暂停出售iPhone4S 没想到这个决定引来了更大的混乱 由于在店外排队的黄油太多 并发生了肢体冲突 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 苹果三里屯店今早宣布停止出售iPhone4S 这一举动引来了排队者的不满 购机无望的黄油不但做出拿鸡蛋砸苹果店的过激举动 还涮了被雇排队购机的农民工只给了不到100元的佣金 很多黄油和消费者待在苹果店外不愿散去 期待着苹果三里屯店开门 有些黄油鼓噪聚集在门口的排队者大喊开门 不过苹果店一直没有开门 早上8点半前后 几十人的警察队伍到达三里屯店外维持秩序 并疏散人群 9点前后 聚集在店外的人群逐渐散去 但还是有不少不知情的顾客吃了个闭门羹 没听说又听说了我们就不来 我看他砸了鸡蛋 对对好像是 闹的群大 东方美视综合报道 有关今天的话题 我要连线的是新闻观察员胡展芬先生 你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苹果啊 苹果手机在中国非常热销 好像也一直跟黄牛有着不解之缘 但是今天啊 大家发现这个黄牛的势头的确是太猛了 你怎么来看 主要是产品的名称不好 爱疯爱疯 现在就爱疯啊 不过这样的疯狂呢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到 我们曾经为了到某一个国家签证留学 我们曾经风云而上 我们曾经为了一套房子 也是这样通宵达旦的风云而上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我们当下为了东令进步 我们还风云而上呢 是不是 这种疯狂我们是常见 所以您觉得不光是这个 在iPhone手机上的黄牛这么行为 其实这个疯狂的很常见 对 但是回到这件事情上 有人也说 他这个黄牛的做法好像捞乱了市场秩序 甚至有的人说 他会不会这个涉嫌违法违规啊 你怎么看 黄牛的问题在我们身上 你别看 如果我们如果多一些理智的话 多一些理性思考 多一些独立思考的话 还至于这样吗 对不对 其实苹果并不是非常完美的 我就有iPhone 对吧 如果我不越狱 如果我不下载一个软件 那我这个iPhone 永远只能群发两个人 这让我不断地怀念 我以前的老派手机 是不是 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黄牛的存在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市场 这个太大 需求太大 而且对黄牛市 还有点这个利润可追 哪里有短缺 哪里有利润 哪里有疯狂 可以说哪里就有黄牛 黄牛永远不是主动性的 它是寻觅性的 它这个做法 涉不涉嫌 这个违法违规啊 您这个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还谈不上目前 谈不上什么 它最多就违法一些自然法吧 如果它过头的话 没有特定的法律规定 你除非再下一个法 是不是 问题是这个法律 我们国家的法律就够多了 你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部法律 我们有八千八百部 如果我们还要为此定一部法律 有没有必要 就是关于黄牛不得参与 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爱疯的 这么这么这么的法律 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法律 那主要是今天啊 很多这个销售 这个消费者 他们都觉得的确是被黄牛 一下子弄乱了阵脚 所以我不知道 在您看来就是这个 比如说商店方面 它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预案 保障那些正常去购买的消费者 这倒是 我觉得商店方面的预判 是欠缺的 是欠缺的 你看这个销售商事先的那个掉胃口 掉了很长时间了 之所以这么疯狂 我觉得与其是销售行为 还不如说很多顾客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这种情感的表达 是对那个乔布斯过早逝世的遗憾 是不是 你真说是一些什么功能性的需要的话 我觉得iPhone 4和iPhone 4s 并没有太大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区别吧 对不对 好 所以更多是情感的一种表达 好 谢谢您的分析 我觉得您的角度也非常的独到 其实呢 很多人都说啊 这个iPhone 4 包括iPhone 4s这个火爆 有可能跟咱们的这个传统佳节 春节是有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过年的时候很多单位 它有可能要搞活动要抽奖 私人呢 说不定还要送送礼 所以iPhone 4s就成了春节送礼的首选 像前两天网上不就有一条新闻吗 说重庆的福林区气象局 它要花22万采购33台的苹果手机 引起网友的热议